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在老挝出席亚西安国防部长会议时强调 区域安全环境应该保持开放和具包容性 他也说各国在为区域安全对话制定方向方面取得了进展 并相信加强同防务专家的合作 并推出更多相关的计划将汇集亚西安 与会的各国防长也强调 在促进战略对话和应对安全威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并承诺继续通过现有机制强化合作